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科技产业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假冒高盛内部人员因阿里巴巴IPO股票欺诈 被判16年有期徒刑 美塔的中国探索融化了薄薄的密集方块层 华为推出了与特斯拉Model S竞争的产品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吉利旗下的Zikr 加快了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步伐 以扩大产品线 请大家收看 假冒高盛内部人员因阿里巴巴IPO股票欺诈 被判16年有期徒刑 彭博社 弗兰克 哈罗德 罗森塔尔因在洛杉矶向美国地区法官菲尔南多 L.安尼尔罗查承认 他以虚假声明为基础 向投资者募集了近400万美元 并被判处近16年监禁 罗森塔尔声称自己在高盛有一位能够为他们获取阿里巴巴的上市前股份的消息来源 他伪造了电子邮件向客户展示他们有多么幸运能够获得这个独特的投资机会 并承诺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然而他将这些钱用于自己的利益 包括每月支付1.6万美元租金在马里布租房 美塔的中国探索融化了薄薄的密集方块层 路透观点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计划在中国销售虚拟现实头盔 这是自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被禁止14年后的举动 这一举措使Meta能够以一种较少争议的方式产生收入 并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其对中国技术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 与社交媒体相比 销售虚拟现实头盔被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更容易的方式 因为社交媒体一直受到审查问题的影响 这一举动对正在考虑是否禁止TikTok的美国总统乔拜登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如果Meta在中国取得成功 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更加困难 华为推出了与特斯拉Model S竞争的产品 CNN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已开始接受其首款轿车Lux S7的预定 该车将配备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生产的强大高压电池组 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关于成东表示 800伏特的充电将使该车的续航里程达到400公里 超过特斯拉Model S S7的起价为25.8万元人民币和35,400美元 比中国最基本的Model S便宜得多 后者在中国售价为69.89万元人民币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吉利旗下的Zicker 加快了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步伐 以扩大产品线 南华早报 吉利汽车的电动车部门 支持智能科技控股计划 通过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10亿美元 该公司已提交IPO的公开上市文件 计划利用这笔资金扩大产品线 并在中国电动车市场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 支持计划在数周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可能成为自2021年北京加强海外融资审批程序以来 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大型公司 支持的IPO是在其2023年上半年 净亏损达到38.7亿元人民币5.206亿美元 同比增长25% 营收达到213亿元人民币 是去年的两倍以上之后进行的 OFWAPINOSHA FR1 GAMASINE PLANTSIMRU BBC 威尔士第四任儿童事务专员 罗西奥 西弗恩特斯 Rossiel Seventes 谈到了他的背景和他所面临的挑战 西弗恩特斯出生于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的智利 他的父母是人权活动家 他们决定离开智利 搬到威尔士 当时西弗恩特斯13岁 因为皮诺切特政权下的危险条件 在威尔士 他们得到了各种组织的支持 并定居在斯旺西 西弗恩特斯继续在伦敦和斯旺西工作 担任各种支持年轻人的角色 包括与伦敦一家保护年轻人健康的慈善机构合作 以及与斯旺西的一家无家可归者慈善机构合作 他还在意所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学校工作 并为残疾青年创立了慈善机构 西弗恩特斯认为 威尔士的儿童和年轻人面临着重大挑战 包括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他希望在他担任专员期间 看到他们获得的机会和服务有所改善 Chack GPT狂热推动个人电脑销售 硬件制造商压住人工智能 南华早报 根据IT咨询公司IDC的预测 由于人工智能AI的日益普及 个人电脑PC销量有望增加 尽管近年来PC出货量有所放缓 但制造商们希望日益普及的生成式 AI产品的采用 将促使消费者升级到具备内置AI功能的设备 联想公司计划将AI技术整合到其个人电脑中 使其能够根据用户偏好和历史文件生成个性化的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 OPPO和Vivo等智能手机制造商 也致力于将AI功能整合到其手机中 今年的光棍节 东南亚迎来了理性消费时代 南华早报 东南亚的企业正在提供折扣和促销活动 以吸引购物者参与光棍节购物 因为消费者由于生活成本高昂而变得更加不愿意消费 曼谷、新加坡和雅加达等城市的购物中心和在线商店 正在大幅降价各种商品以提振销售额 然而 由于疫情的经济影响和物价上涨 消费者仍然持谨慎态度 去年光棍节期间 销售的商品总价值为1.15万亿元人民币和1570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新加坡的零售销售额仅增长了0.6% 中国中芯国际增加芯片产量 同时警告全球供应过剩 金融时报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 计划在2023年增加对工厂和设备的支出 原因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链调整 导致全球芯片过剩 SMIC将其2023年的资本支出预算提高了18% 达到75亿美元 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该公司已授权设备供应商提前发货 以确保其新工厂的供应 SMIC受到美国对先进芯片及其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的影响 中国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 在美国加大限制措施之际增加了芯片制造设备的支出 南华早报 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SMIC增加了今年的资本支出 反映出该公司购买芯片制造设备的紧迫性 原因是美国对中国获得先进设备的限制 中芯国际将其2023年的年度预算提高到75亿美元 比去年增加了18% 此举是在美国更新其技术出口管制措施后进行的 降低了不得向中国企业销售的芯片制造设备的门槛 中国购物节期间的价格战暴露了消费者的困境 路透社 中国的双十一购物活动揭示了家庭消费的疲软 并引发了对该国经济放缓的担忧 这一活动已经扩展到了数周的促销活动 被密切关注作为消费者信心的一个指标 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折扣和极低价格 而拼多多和京东则提供返现优惠 然而分析师预计销售额将疲软 因为宏观经济风险导致消费者更加注重价值 一些指标表明销售放缓 而其他人则更为乐观 预计总销售增长14%至18%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听到了一则关于假冒高盛内部人员的新闻 这个骗子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 能够获取阿里巴巴的上市前股份 结果却被判了16年有期徒刑 这个骗局可真是有点扯 想不到他竟然敢用假邮件来欺骗投资者 也许他一开始是想捞一把 结果却被法律绳之以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投资一定要谨慎 不能轻易相信所谓的内幕消息 接下来是关于华为 推出与特斯拉Model S竞争的产品的消息 华为的这款轿车 号称续航里程比特斯拉还要长 而且价格还便宜 这对于那些想要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来说 可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 我得说 特斯拉在电动汽车市场上的地位 还是相当稳固的 要想与之竞争可不容易 另外 我们还听到了关于中芯国际增加芯片产量的消息 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他们计划增加对工厂和设备的支出 不过 他们也警告称 全球可能会出现芯片供应过剩的情况 这个问题可不小 毕竟现在的社会离不开芯片 如果出现供应过剩 可能会对整个产业链造成影响 最后 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购物节 今年的双十一购物活动 揭示了中国家庭消费的疲软 也引发了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虽然电商平台提供了很多折扣和优惠 但消费者似乎更注重价值 销售额并没有达到预期 这也反映了消费者目前的困境 毕竟生活成本的上升 可能会让人们更加谨慎地选择消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觉得 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 我们都需要保持理性和谨慎 不要盲目追逐所谓的利益 同样 对于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 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5度简报 5度简报